自己捧在手心的小年 突然有一天被别人视力摧残 你会是什么心情呢 还用着做说没 上去词穷穷习 2017年1月到2019年8月期间 李某群通过某抠聊天 选择小学生或者出生女生 作为犯罪对象 假借恋爱之名前后常见的 欺敏女生 造成两人流产 李某群还通过精神PUA等手段 教售被害人帮忙寻找 十岁左右的理督 共其想念 独独有偶 荷兰的宣某 山东的王某 也通过某抠聊天 骗取受害人的信任 对未成年效率 实施了强奸行为 大家发现没有 上述三件案子 犯罪分子均是通过 网络聊天作为犯罪手段 而且专票设施卫生的小学 和初中女生作为对象 而这些选拟的事实 无疑是在提醒家长和教育 这个不要再被古老的思想束缚了 加强性教育刻不入行 李雷还不教瓦儿 以后瓦儿都翻过来教理 对于三位罪犯 昨天三个地方的人民法院 军队起执行实行 可谓是大快人心 但是执行一下 他们眼睛一笔都过去了 那些被他伤害过的女儿 他们难过做得出一面呢 另一部分还需要想跟我们 多多广怀一会儿 都过去做了